今天是4月4日 四传奇第五周的星期六 天主的圣言是我们抗疫中的希望 也都是我们每日生活力量的全员 日用来细心聆听 顺着今天对我们所讲的说话 以至《药物欢迎》的第十一章 那时候很多人来到 玛利亚加的犹太人看到耶稣所做的事 就相信了耶稣 但有几个到法律西人那里 报告了他所做的事 因此众司制掌和法律西人召开了公议会说 这人行了这么多神迹 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是让他这样下去 所有的人都会信他 那么便会招来罗马人 他们会使劫我们的圣地 并消灭整个民族 他们当中有个叫盖法师 当年的大司制 他向众人说 你们真是什么也不懂 也不想象 一个人代替众人而死 不是被整个民族灭亡 对你们更加有利吗 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 但因为他是当年的大司制 才预言耶稣将为全民族死 而且不单为犹太民族 找到把分散了天主子女聚集归日 做那时候起他们决定要杀掉耶稣 犹太人的愚太人的愚远快到了 很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 过节之前 要做那里结静自己 他们四处打听耶稣 站在圣殿里 彼此问道 你们怎么想 他会来过节吗 此语 施制掌和发力西人 早已发出命令 若有人知道耶稣做那里 就要报告 他们好去逮捕耶稣 当我们阅读有关 知道耶稣被杀死整件事件来看 我们可能会有个印象 就是犹太人的领袖 和罗马掌权者 在幕后操控一切 实际上所有事情的 开始直到完成 一切都在天主的计划 和掌握当中 而天主可以说 用当年的大司制概法 要认耶稣会为全民族而死 对概法来说 他只是指出 除掉耶稣在政治上的正确决定 但是天主有他自己的计划 耶稣在最后的时刻 虽然所面对的迫害越来越近 但他仍然只是关注的是天父的计划 天父的救世计划 福音记载 虽然有很多犹太人 因为看到耶稣复活了拉阵 而相信了 但仍然也有些人将事情 向法律师人报告 虽然现在形势是非常之不妙 但耶稣继续坚持 依靠圣神 紧跟随父的命令 我们看到耶稣在他全家 特别晚期的时间 一次两次三次他说 人子是必须会受很多苦 被长老师制长和经私舍弃 并要被杀 但第三天必要复活 大家留意看到 人子是必须受苦 但是都是必要复活 耶稣说清楚他的情况 所以耶稣他是选择接受痛苦 我们要留意到 这个肺炎疫症 不单止特别在意大利 其实邻近有一个地方 就叫比利时 比利时都是很厉害的 有件很感人的事 有个女士 有个九十多岁的婆婆 在两三周之前 即是两三周之前 她后来确诊 知道她有肺炎 但是当地的医疗不足 很严重 她选择 她选择把呼吸机 让给青年人 她说 我已经有一段 很美满和幸福的人生 我想把这个机会 用来帮助年青人 因为他们都可以 有美好的前途 让他们能够活下去 两天之后 这个婆婆 由于都没有呼吸机的帮助 她都安然地主怀安息 可以说在这个婆婆 她这种态度 这种大爱的行为上面 看到是她自己选择 好像耶稣那样 她选择一份痛苦 这个必须受苦 但是她必要復活 相信这个妇人 她也有这份信德 相信通过这个苦难死亡 原来跟基督一起復活 我们一起祈祷 因此的上主 你事事 施恩拯救人类 你更加在这个四巡忌之内 以丰富的恩宠 培育你的子物 他说你 谁是你所简算的人 对即将藉着洗礼 而重新的后洗者 以及已经重新的教友 都加以保护和座右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永恍 阿玛 明天开始 教会一个很隆重的一周 叫做圣周 我想在下星期日开始 星期一 每一次圣经分享 都为有两三个意向 为祝福祈祷 我也知道 每天都有几百人 看圣经分享的短片 希望大家借着祈祷 能够继续强化我们 能够有力量 一起去参与耶稣基督的痛苦 死亡和复活 在此我祝福大家 不单止有一个很好的周末 更加准备心神 进入这个圣周 天主保佑大家